在江湖中长期 在江湖中快乐 各位持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湖清谈 我是胡玉清 在本期节目 我们将给大家带来国际旅游岛杯 全国维持公开赛的一盘对局 国际旅游岛杯是由海口举办的一项 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 吸引了众多业余高手的参赛 至今举办了已经有三届了 每届的比赛争夺都十分的激烈 而今天带来的是今年的 国际旅游岛杯的一盘比赛 由我对白宝翔 这盘棋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说至关重要 谁赢谁职棒就能获得 本届比赛的冠军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实战 这盘棋是白宝的黑棋 这盘棋下于今年的六月份 当时阿发口对维持的影响 已经是渐渐存在了 所以像33小木的布局越来越多 白宝一看这个 尖冲 我们上次节目已经介绍过 白宝翔是一个比较喜欢下 对骑的理解的一名骑手 它的布局比较变化多端 并且比较能构思 这两次要交换 白驰跳是一个新的变化 如果按照以前白驰飞 黑驰这骑基本上就会脱鞋 比如说再挂 这主要是想让白驰确定一下方向 如果白驰拖这个的话 那黑驰有可能就是会顶了班 这样黑驰的一个铁头 碰到白驰这个子 黑驰就假设最简单的 打了一虎 这白驰的铁头和白驰这个子 多多少少有点重复 而左边的价值 由于都在低位 所以这骑白驰的发展性 会比较差一点 几乎所谓的子都在低位 而且都在这个左边的二三线 从这个驰的道理上来讲 从不太想这么下 所以白驰跳一个 同样道理 如果换成这个方向 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黑驰高挂的话 白驰就不能再往这个拖了 黑驰就在顶的话 同样道理 白驰的子都在这个三线上 这肯定是不满意的 而换个方向的话就会很好 这样的一个定式 将来可以看成黑驰挡白驰沾 黑驰其实从道理上讲 应该还要再拆一个 或者高的 或者拆个四也可以 因为将来黑驰搬了虎 基本上有先手味道 这首如果不走的话 被黑驰这首搬 后包和木树都差别特别大 尤其后包上 被黑驰搬完 黑驰这块就是强驰 而白驰弱驰 反之如果被白驰打的话 白驰就是完全的强驰 黑驰则有余味 所以一般来说能看成这样 那这样如果黑驰再挂的话 白驰拖 黑驰顶 白驰搬 黑驰搬这个 白驰长 这样的话 白驰的方向正好限制了 黑驰这的发展 会好一点 所以布局的时候 我们下这个定式的时候 其实也要考虑一下周围 包括这个子 包括这个子的一个连贯性 所以白驰实战 我是选择了爬了一跳的下法 因为我认为黑驰既是高挂 下成这样 搬 走 这黑驰由于拆的太宽了 所以这驰其实也很难有一个明确连贯 走这个 走成这样的话 比如说白驰将来这飞 或者这拐 都有鲜熟味道 黑驰的子效并不是特别高 况且白驰也有打入的可能性 两个打入的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黑驰这个配置 并不是怎么样 特别满意的一个配置 肯定不如这样一个配置 这样的配置会好很多 所以实际上 白驰侯估计也是考虑到了这一层因素 他也没有选择一个高挂的下法 他选择一个低挂 其实现在不觉得前几手驰 应该说驰跟胜负肯定是没有关系 跟这个局面的优劣 影响也不大 关键是要尽量把驰 融入到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中 你不能下到半天 就是下到自己不擅长的局面 黑驰低挂 其实白驰有几种选择 一个是小飞 小飞肯定是没什么大问题 现在是尤其阿发狗出现以后 非常流行 黑驰拆也可以 然后拆的话 白驰挂 这实际上我选择小飞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认为黑驰这个拆 和白驰这个挂 两个好点 都是很明显的一个好点 而白驰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驰估计会飞压 白驰爬 黑驰长 来走这个 接下来黑驰可以加一下 黑驰这时候挡 按照目前维持理论 这下挡不一定是挡得着 白驰可能会加拖驰 黑驰局部如果冲断呢 断哪吃呢 像这样的一个局部 包括阿发狗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实战 黑驰星位 白驰点三三 黑走 白驰爬 黑驰走 白驰跳 这是经常从谱上 可以看到的一个下饭 但就我很少看到 它是选择这个冲断 就狗和狗的棋谱中 很少见到这个冲断 可能是它认为 这样的一个结构 被白驰引征一下 黑驰不舒服 黑驰速度太慢 确实我也看到 很少 很少有人类骑手下这个变化 其实说到 说到底我也没有明白 为什么 大家不 首先我认为 我们可以比较这个图 这可能要有一定 其列其有 对这个就比较了解了 这个图 是现在被 最近比较流行的 一个变化 尤其是阿发狗 就下了以后 阿发狗特别喜欢 下这个定式 走成这样 黑驰一真吃 他认为这个是 可以接受的 白驰在引证 黑驰在飞补一个 这是一个基本定式 但这样的话 我认为黑驰 比这个图要 同样手术是一样的 黑驰断 黑驰打吃 提 坐 白驰如果引针 黑驰假设在这飞 或者提 我觉得这个后世 黑驰后世 比刚才那个后世 要完整很多 将来这个力 虽说不一定是绝对先手 但也有先手味道 黑驰这里 万事相当完整 而刚才那个图 明显黑驰有各种借用 而白驰的木树来讲 白驰刚才比这个木树也要好 所以我一直没有明白 黑驰为什么不冲断 这个确实也是 未来需要自己 自己水平提高和理解地方 确实还没有办法能理解 阿发驰为什么这么下 曾经我们也在一个 我们的研究会 超级星期四中 对这个局部进行讨论 大家其实也都是 没有明白黑驰为什么断 就觉得断很少见 其实阿发驰的下法都是压 白走这个 黑驰在断 它是比较喜欢下这个 在顶 是下成这样的一个定型 这个图是它常见的一个定型 但其实我觉得冲断也是 并非不能考虑 但在这个局面下 白驰不可能沾 沾的话 黑驰拦过来 这个配合太好了 白驰走黑驰只要跟着跳 这个结构还是很满意 这个子 只要一般来说 不就是只要一个子 一子两用 那一般来说 总是可以接受的 白驰只把会走这个 黑驰如果按照常规的 阿发骨的下法 这无疑黑驰后的 两边的后势都没有作用 像是这样的话 白驰这两个子的位置太好 又互相形成了一个支援 同时又限制了黑驰 这两道后势的一个发展 那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作为白驰来讲 也无不满 白驰比如说引针一个 在这一带想办法引针一个 这个引针甚至可以严厉一点 因为这跑出的严厉性 还是非常强的 甚至可以走这 甚至靠也可以考虑 这我觉得应该说是 白驰比较有趣的一个 但黑驰会先加这个 白驰显然没有空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给黑驰先动手的话 这个姿态苦 白驰大致跳一个 黑驰再转身 再转过来压 我用这个图 是我当时觉得不太能接受的 所以实战 但我又觉得这手机不错 这一只走完以后 黑驰2.5必得其一 一般来说 我这个头高的时候 挂这个脚 这个挂脚的价值会变大 这是一个布局的理论 因为这样一个高地配合非常不错 假设黑驰也飞一个 白驰拆一个 这个应该说是完全可以满意的 实战 白驰还是比较稳健的 有的驰是直接逼过来的也有 这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下法 比如黑驰一跳 我也见到有人这么下过 随后再一大跳 实战白驰也是一个比较稳健 他就觉得慢慢来 黑驰就小飞手个脚 自然白驰作为黑驰最脱限 那白驰肯定想加一个 从夹击的位置上来讲 肯定是两间 第一夹是最好的 但在这个局面 由于上面比较宽 我担心会形成 它比如说在这一反夹 假设我跳一个 它这样会形成一个好形 所以我想就把这移过去 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主要是参照上面的一个发展 但实际上显然黑驰不可能 把这个交换 不愿意把自己下重 这也是常规的一个定型手法 首先拖了虎 之前我们前几次节目也有介绍 拖了虎我一直认为 这不能称之为定式 而且现在确实很多骑手 对这个形状 这个手法都不认可 白驰基本上会打吃 基本上会下成这样 这个图应该说是 白驰是完全可以满意的 黑驰局部有这个点的手法 但白驰拐一个黑驰 得势不明 白驰再贴一个 黑驰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假设我们看最简单压了压 就看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其实我们可以手割一下 是这样的 这个 这样的一个形状 首先就等于是这样 这下最后压去 大家要看成这样 这肯定是应该说是 黑驰应该说稍好 因为白驰走成这样是很正常的 白驰接顶了一下不走 那肯定稍微有点问题 但接下来黑驰这两鸭肯定是俗手 这两鸭帮白驰成空 肯定白驰比较满意 所以黑驰搬毡 这个搬毡打吃 又是一个大俗手 下成这样的话 应该来说是 肯定是白驰可以满意 黑驰觉得 让白驰再放了一个驰 那肯定白驰更满意了 将来黑驰沾了搬毡眼后 所以这两个驰应该说是得势不明 黑驰得的地方将来有压 但白驰这个驰将来跳出 这个驰也并非完全没有活力 跳出以后再一点 这个驰也是有作用 所以综合来说 肯定局部还是黑驰吃亏挺多的 从实地上讲亏损很厉害 黑驰除了这招以外 无疑值他下法 黑驰还有断 但断多多少少有点损 白驰就想打吃 沾 就把这个驰给吃了 这黑驰多多少少 这一下亏得还是很厉害 所以实战黑驰连斑 连斑的话 白驰从心情上讲不太肯走这个 走这个黑驰安定了 而且白驰这两个驰 多多少少有些无聊 这跟刚才这个断下不能比较 这个完全是明驰差别太多了 黑驰让斑 白驰吃这个反击是当然的 这是在白驰的势力范围内 肯定想动点脑筋 随后黑驰就面临选择 黑驰如果直接打出 这也不是不可以 再加 这其实也并不是不可以 因为我们也知道 以前有一个这样的定势 白驰三间加 黑驰反加 白驰飞 黑驰走这个 黑驰搬 大家稍微有点齐力的持有 应该是能见过这个定势 提 打吃 跑 再打吃 再跑 加 这白驰不肯吃这个 吃这个被黑驰连着两打 有种弃子包收的感觉 走这个 黑驰沾 首先白驰这次不能吃这个 如果吃这个能成立的话 那就黑驰断然不行 但黑驰这是有打吃这个的好手 首先白驰不能忍这个 忍这个的话 被黑驰一打 这些手两下太厉害了 白驰跑 跑的话 黑驰打吃 这个子被一种借镜 在打吃 白驰提 黑驰打吃的沾手 这个图白驰也有所不满 所以 这个时候 白驰只能走这个 黑驰长 白驰沾手 这成为了一个定势 应该说这个定势 喜欢黑白驰的人都有 比较偏喜欢实地的驰风 那肯定喜欢白驰 而喜欢后大模样作战 或者利用后卫发挥威力的驰手 那肯定觉得黑驰不错 而实战 没了这个子 这个子没有 这就成为要解读一个局面 黑驰完全可以这么样 一暗画葫芦这么下 这白驰也没有任何变化 没有任何变化 肯定会下成这样 那主要怎么样对一个局面解读呢 首先黑驰省了这手驰 当我认为黑驰只能省了之后 黑驰加的话 也无外乎最多也加到这里 而且加到这里 不一定有加这个位置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加到这的话 白驰完全有可能动出 一旦动出的话 这块其实是骨骑还是后势 还真不好说 就假设它加到这 我觉得这两个子的位置哪个好 真的挺难讲的 白驰将来这里大概有手段 白驰逼都是先手 而这个就是对这里的安全一点 假设我们看成 这不管它这个还是这个 我们假设认为这是个两风的话 那黑驰这两下 我觉得明显是亏了 方向肯定是有问题 黑驰如果现在再走的话 肯定会从这边走过来 因为白驰这个是铁头 这里的价值特别小 所以综合下来 我觉得如果 黑驰下成这样一个定势的话 肯定是黑驰不能太满意 所以白驰估计也是考虑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它实际上是尖抽 它球变 尖抽 白驰不能这虎 虎的话黑驰压过来 这黑驰很舒服 这驰白驰有点无聊 实际上白驰贴 走 再贴 走 再贴 一顿贴 黑驰当然不能吃这个 或者这时候都不能吃这个 吃着这个看上去把这个破了 但白驰这个一扳头 这几乎几乎就要下完了 这个扳头的对中央的价值辐射太大了 黑驰不能 黑驰长头是必然的 下成这样的时候 就对局面的一个解读就非常困难 这驰怎么下 因为现在一个明显的好点 白驰这个飞出 肯定是一个明显的好点 但实际上担心这手驰有所落空 黑驰吃 再一吃 先把这得了 白驰这两个子不一定吃得住 假设黑驰就削一削 跑一跑 这手驰很有可能会落空 而实战我的一个选择 是贴了这个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假设黑驰按照实战那样 黑驰飞 那我就再花一手吃 就吃 把这个全吃住 应该还可以 如果黑驰能跟着我跑 我就先把他下中了 就他如果能愿意肯这么下 我就先把他呼进去 甚至如果他做活了 我就把他先走进去 走进去的话 就不一定要飞了 我就把补这个 想法应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实际上 实际上后面我们 因为我们一些朋友也有些 维持的对于软件 我们就有软件打风的一个推荐 软件说它确实一个A B C 确实三个点都有 我们是有里拉那个软件 随后最推荐的是虎一个 这个和白宝不谋而合 我们下完驰对这盘进行的复盘的时候 他也觉得这驰白驰应该虎一个 他觉得这黑驰这一串太藏白了 这样的话是明显白驰好 我说我担心你飞一个 飞一个他说他就拆一个 这驰确实黑驰也没什么好的 黑驰如果往这一带走驰 贴一个 拆一个的话 白驰就出头 这应该是白驰不错的一个局面 实际上白驰一贴的话 他很机敏 他先把这个给吃了 打了一吃 先把这里收了 那我这肯定也再得花一手 走这个 黑驰飞 白驰一飞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格局 白驰在左上角 吐了一块大控 围了一块 我们手搁一下 这控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这样的话 就对于这样在六线围了一幕 很好点十 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十 五十木齐 再加这一个五十二三木齐 五十三木 那黑驰得到什么 黑驰自然在这一开拆 如果这全部点成黑驰的控的话 那确实黑驰优势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黑驰并不能完全点成控 所以对这样一个局面的一个解读 我当然觉得白驰还可以 应该说是白驰不错的一个局面 但白驰也觉得是一个驰鼓相当 所以我也问了 把就这个问题问了一些其他驰手 他们也觉得是应该差不多 因为最头疼的是这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味道 不能完全点成控 真的哪天它如果形式不好 像这种直接扔进来 像这扔一个 确实你要一定要吃了它 或者不给便宜 也挺不好说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白驰的一个隐患吧 如果这全部点成控 那这驰确实好下了 所以也建议有些驰友 就驰友们不要去做这些手筋 看上去手筋的交换 其实白驰即使跟着你硬 这几下也不一定便宜 尤其像这种先手点一下 就觉得想走到外面就比较好 但实际上全跟着硬的话 里面如果全撞实了 那肯定也是不满意的 所以其实这手筋也挺讲究的 白驰飞这个目数肯定最多 但不太肯 黑驰下压以后 关键就是黑驰走这个 白驰你肯不肯贴 如果不肯贴 黑驰将它压以后 你补补补补 都是比较头疼的 补的话那明显亏了 给黑驰在外面放个子 但如果不补的话 这里面味道太坏 所以局后我反省白驰 是不是这个棋 就应该扎扎实跳一个 把这块去围实了 实际上这种棋里面 多多稍稍还是有一定味道 实际上黑驰走了 这个以后 白驰需要就是要动一点脑筋 肯定模样中心在这里 如果继续背书的话 走这个 黑驰肯定逼 白驰走这个 黑驰飞驰也好 这个下法可能 有一定的特殊性了 如果走这个黑驰 甚至可以可能就跳起为控 像这样的棋 确实双方谁都没有把握 而走这个的话 黑驰也不一定会接 有可能就点了盖过来 有可能就是 非常直接的扩张这个模样 现在模样的中心毫无疑问 在这一带 所以 有可能就没有什么时间 再往这走起了 其实现在下成这样的话 全局的那些大厂 超级大厂 比比皆是 比如说这挂脚也非常大 一挂上面 肌膀就成一块空 而在这里一带 像比如说这一带销 也其实像这个风头 本身也是非常大的 另外这个碰 常用的这个手法 也在这个时候 也显得不合时宜 黑驰即使就压 白驰跳 黑驰挖毡 即使就跟着你下 这一道后视 对维这块空 确实太有帮助了 所以实战这一选点 确实颇费四量吧 这是当时想了 就想过这个点 想过这个 甚至打入也想过 甚至往这振一个 往这掉一个 掉这个也想过 应该选了半天以后 我选了这个 这个选点 其实不能说是完全的感觉 也需要一点计算 像走这个的话 我担心是招到它猛攻 而且我觉得 就算它飞一个或震一个 都不一定便宜 而往这走 被它一搬 就是这直接是 这块空就起来了 往这销 我就担心 它就跟着我硬一个 这个子将来也需要处理 不处理的话 这两手交换 也不一定便宜 所以这里确实 动了很多脑筋 实际上走了这个 黑驰正 也是 堂堂正正的一说吧 如果黑驰走这个的话 白驰将来再碰了一搬 有了这个子的话 能搬一下 那会好很多 黑驰不能打 打的话 白驰就算弃子吃出了 这也够黑驰头疼的 黑驰如果沾的话 假设白驰再跳一个 当然白驰也不一定 着急一下 可以先跳这个 而如果黑驰贴这个的话 那白驰就跳起 这两手驰对这个模样的限制 还是很有帮助 所以实际上这个 尽管白驰特别稳 但在这个时候 也开始发力了 这时候又是轮到 黑白驰比较头疼的时候 白驰如果走这个 黑驰有可能会爬 而且驰顶住的话 白驰黑驰这个子的位置 也十分理想 而关键黑驰爬的话 白驰确实已经不知道下哪 如果贴这个 黑驰一回贴 下面有可能你会活 我觉得这驰活出来 我是有信心的 但活出来便不便宜 那确实不好说 黑驰这两手驰的价值 还是非常大 对这里唯控的作用很大 白驰所以实际先打入 保留可能性 黑驰下面一手驰 白驰在局后认为 比较后悔 确实我在实战的时候 也觉得这手驰有点问题 这驰我觉得黑驰 还是飞一个 或者爬一个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时 我们要对一个局面的 一个大小 进行一个判断 这也是 这期节目主要要强调的一个内容 在这个一个工坊中 首先吃对方的驰是很困难的 在攻击的时候 尤其现在大家做货能力都比较强 你要把别人摁死是特别困难 那你们现在就是如何 在对局中 我们来如何来判断 这个价值的大小 首先 现在无疑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右边的是地 一个是中间 一个是这边 那如何来判断呢 首先这边我们发现 这里将来白驰有吃的一个手法 黑驰立白驰就可以跑 这里面黑驰大致只能看成这样 黑驰打驰 白驰提 黑驰沾 大致只能看成这样 那其实这里的木树 这里一旦的木树 其实是不大的 真正大的地方 我觉得首先是 应该是右边 右边将来黑驰如果能走一个 自然而然 比如说这里下后了 右边走一个 自然而然成地的话 这一点都不比这里小 第二个中间 中间将来黑驰走过来 一旦走过这里的木树 也是不小的 所以黑驰我觉得 这是可以考虑是爬一个 白驰飞 黑驰就尖一个 就跟着硬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白驰做活 就走 黑驰可以靠住 就是让白驰做活 苦活的话 白驰也是得到东西相当少 所以在这一代 实战黑驰往这一钉 它我相信 其实也并不是想为这块控 其实想强调这块 攻击这两个子 让白驰不轻 轻易安定 如果白驰走 这黑驰再一贴 这是黑驰比较理想的 但实战 白驰一直不愿意 做这两手驰的交换 就是因为觉得 右边夹着非常大 鲜肥 让黑驰下决心 这时黑驰就有点困难了 黑驰如果继续往这攻 白驰压 走 搬 黑驰断白驰不怕 白驰机有下面这种点的手机 另外还要靠出反击 黑驰就走 白驰一虎 这驰如果一旦攻不着的话 有点落空 白驰一顿压以后 黑驰这里的木属都没了 而且下面依然漏风 关键白驰要活的话 其实就这一挡 就随时能活 所以它 白宝石站当时也不敢做这个 直接的一个攻击吧 过于露骨这个直接 但如果围这块空的话 那方向毫无疑问 大逆 就完全方向是逆的 罗黑驰飞的话 白驰就跟着走出去 你将来 刚才我们就强调 这一打黑驰骑 没多少木属 所以这个时候 它 把这个爬了 也反映它骑风的一手 先把木捞住 那最后摆起来 这几下还是很舒服的 这几下走得很舒服 现在把白黑驰的空拳压缩了 所以白驰在右游栏跑出 应该说下到这里的话 这一串应该是白驰便宜了 首先白驰把黑驰的一个模样 就削到最小的地方 况且将来现在 黑驰下一手马上把这个吃了 这也是体现功力的一手 不仅木树大 关键还是 加拿斐则白驰这一贴 黑驰还是很难受 黑驰如果斑的话 白驰一断之类的 黑驰很痛苦 这里面味道很差 假设这有个子的话 甚至白驰吃一吃 里面味道太差了 走的话白驰还能再压 所以这一代他经过长钢以后 把这个吃了 但总体来说 白驰这几手骑的先手交换 把黑驰全压缩了 这应该说是 白驰比较不错的一个局面 碰 继续发挥这些子的作用 这一块以后 现在黑驰也不好攻 白驰一跳驰眼型还挺丰富的 这时候黑驰如果逼的话 白驰还可以搬了一毡 这驰黑驰有点吃不消 将来随时可以贴 因为随时白驰是有可能会做这个选择 贴了推出去 把这个给弃了 完全是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 经过长考以后 黑驰走这个 扳的话没有意思 扳的话被白驰反扳 黑驰反而没有硬手 黑驰大致只能退 那这明显亏了 这白驰拆的可以远一点 实际上黑驰走这个是最冷静的 不给白驰任何借用 走这个 黑驰闭住 下面一说实际上我是有一定的后悔 实际上我是挂脚 因为我觉得这挂脚太大太大 但在当前局面下 我认为白驰骑只要这样 悠悠然的连一个 应该说是白驰形势不错的一盘驰 将来这里白驰都有先手 应该说这块只要连络的话 我们可以点一下 这块驰正常下应该是不会有手段 五十目全局白驰五十五左右 黑驰这里我们假设这个打 这个打肯定还是存在的 打吃 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七十八十九二九四十 四十目强 假设吃完这里四十目强一点 随后黑驰这两个字要比白驰这道后事 多围出十五目以上才是一盘细棋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首棋 而且白驰这里的墓书 多多少少掌握的空间还是非常多 像尖一个 像长啊 这里都或者冲端啊 都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其实白驰跳一个已经足够充分了 这首棋就是有点拼得太凶了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拼得太凶 就是说这棋 就是把弦张得太满了 招到了黑驰这首反击 这个封断以后 这局面开始难解 这首确实是不可错过好点 千万这棋 其实我当时下棋的时候 还有点侥幸心 因为我想白驰比较稳 挂一下 假设它硬一个 那我再挑回 那这挂脚无计便宜了 因为正好以这个后视为背景 正好开拆 形成一个立体型的一个模样 这挂到下肯定便宜了 当然像白驰这样的棋手 绝对不会错过这样的好点 这黑驰一飞 黑驰依然这棋 是掌握了局面的一个主动权吧 但现在黑驰实地的压力 应该说是比较大的 尽管主动 但这棋一定要有明确的收获 但作为白驰来讲 这无疑有些不解明 小飞 实际上黑驰我们下驰完驰以后 我们一块再研究是 有人提出黑驰为什么不走这个 白驰如果飞呀 黑驰在这 首先白驰认为 这棋白驰完全可以再继续下 黑驰如果再换手吃 肯定不行 但如果在这走的话 将来白驰这活出的可能性太大了 他十分不喜欢这种特别极端的驰 他觉得这驰如果一旦吃不住被活出 这驰马上结束了 所以他这里攻击一直并不是 跟你说以吃这块白驰为目的 而想纠缠白驰来获取别的利益 白驰跳 这从表面上看确实 有点苦 白驰有点苦 他认为我这棋 甚至白驰可以考虑跳一个都可以 这棋他觉得它不好吃 但作为白驰来讲 白驰我是觉得这跳一下应该也不亏 再去压 开始缠绕攻击 白驰压一下 白驰先扳了一下 再压 一跳 实际上下一手 我觉得白驰应该说是下得非常狠 按照我的预想头 我是以为他虎 虎当时我打算这棋跳一个 或者甚至我把它这个给吃了 这棋我觉得应该白驰要赢 我就把这个吃了 不用扳应该也可以 但我觉得这棋已经足够了 这黑驰不敢跑 黑驰大概只能吃一个 那白驰大概只走一个 这棋明显是要白驰要赢一点的样子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理想图 但实际上 他这棋也是下得非常紧凑 他可能觉得这棋形势并不是这么乐观 断这个 这直接引起一场世界大战 当时其实白驰如果从道理上讲 白驰继续这么下也不是不可以 黑驰尝一个 白驰跳 其实这么下也并不是不可以 依然是旗鼓相当的一盘棋 但是从心情上来讲 本来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白驰将来可以随时可以吃 黑驰基本上是省了一手棋 直接把这走到这 从心情上讲不肯 而且白驰的关子也非常出色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棋不能忍 选择了反击 小剑 这一反击以后 这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个 黑驰掉在攻击中取得明显利益的一个局面 黑实际靠 纠缠住白驰 这一单都下得非常紧凑 其实我后面一说我觉得有点问题 我觉得我这驰应该还是应该顶 顶是驰行要点 然后再把这个爬 他白驰也说他实际上是比较担心我这样一个下法 黑驰如果沾 这其实双方都有些害怕 他也怕我走极端 我也怕他走极端 他这样走完以后 他担心这其实吃不掉 但其实这个 有句话叫什么 麻干打狼两头怕 双方都是害怕 其实他是担心吃不掉 我就担心万一真被他吃了 这里在做活如果他真的急起来点一个 但如果吃的小的话白驰确实有可能会转身 所以综合来讲 如果他走这个的话 我觉得白驰还是挺有信心活出来 走这个 白驰像这么做活 确实挺有信心活出来 眼型很丰富 但如果点的话 其实白驰可以考虑转身 这些死了都不一定输 白驰毕竟把这里全拿了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白驰顶一个应该说是形状的一个要点 应该说这样下的话会比较从容一点 实际上白驰这个飞看上去是最严厉的 但实际上是导致了局面更进一步的混乱 黑驰顶 白驰顶 黑驰走 把驰一断 这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混乱 应该说像这样的公开赛 其实竞争应该说还是非常激烈的 但相比晚鲍杯等一些比赛 可能大家还下得相对来说比较放开一点 手法也比较 就是质量 对决质量 我觉得反而是更高一点 因为都骑都下得比较放得开 现在在这里也可以正好向大家介绍一下 全国性的一些业余大赛吧 其实很多种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有晚鲍杯 黄鹤杯 这样的传统业余大赛 这两个比赛确实都已经办了三十届了 应该可谓是历史最悠久 级别最高的比赛 而近些年有限的诚意杯 今年也已经步入了第七个年头 诚意杯由于奖金设置的应该是最高的 然后而且是规格很高 办比赛的一个接待能力 怎么样 就整个级别应该说是非常高 所以也深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和重视 现在一般来说最受大家重视的应该是 诚意杯 晚鲍杯 黄河杯 和商业杯 被认为是传统的四大业余赛事 而现在其他的一些比赛也零零总总 像全国很多的业余围棋公开赛 像口碑很好的封城杯 这一半已经办了十年了 就把渐渐的把封城杯打造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吧 只要提到封城我们就能想到有封城围棋 而提到围棋的话 我们今年也会想到封城杯 而像这个国际旅游岛杯 是由海口举办的一个比赛 海口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也提到过富丽 富丽就是把海口渐渐的从一个围棋的荒地 现在发展的是应该说是非常的不错 他就是把那个围棋和旅游和文化结合在一块 通过指办赛事来宣扬 这个当地的一个海口的一个国际旅游岛的一个旅游 所以这个比赛也是深受大家的欢迎吧 所以竞争也非常激烈 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清云沥水杯 全国围棋公开赛 这个也是大家也都知道沥水出了科捷 但其实他的一些围棋工作 也是做得勤勤恳恳基础的围棋工作 做得非常的扎实 还有一些就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比赛 像国藩杯 还有横水杯 还有东方大岗杯等等 现在全国的业余比赛应该说零零总总是非常多的 应该说每个比赛都有每个比赛特点 而如果像国际旅游岛杯这样 把围棋和旅游结合在一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创举 也是围棋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另外三青山曾经也举办过这样的一个比赛 就叫围棋断职威赛 按照升段升级的各个组别来分 也促进了当地的一个旅游 所以围棋文化完全是可以和其他一些当地的很多资源结合在一块 所以不仅有互联网家 围棋同样也可以有围棋家 好 我们现在先回到棋局中 像这样段的话 棋基本上已经进入了白乐化 黑棋实际上长 这是首先 其实白棋被车长一下 心里还是很痛的 因为这里的眼形遭到很大的破坏 本来是这样的话 这个眼形就很丰富了 所以黑棋搬 这是一个凑步调的好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首棋其实还是非常狠的 如果长的话白棋长 那黑棋所有的攻击目标都在这一块 光是黑是非常危险 这棋到底谁攻谁还不一定 黑走这个的话 白棋肯定是先 脑子都不动 先把你冲断再说 这个黑棋棋行也并不怎么好 还要打吃一下 打吃完了白棋占就先手了 实际上这首棋 是先让白棋来走这个 白棋必然走这个 不走这个 这块太危险了 走 黑棋顺势把自己给下厚了 白棋打吃 实际上白棋说 他这首下一首棋想了很久 如果从攻杀的角度讲 黑棋肯定是尖这个好 但他担心我这棋一步走步 就把这个给提了 他这次再补 他担心补完以后 白棋还是能活出来 这个先手提一下 对他来说价值太大 所以他实际上选择长 如果白棋想活的话 他沾 这次还有了一脚 还能脚这块去 而白棋如果提的话 这无疑这个子的位置 比这个要好 接下来黑棋实陈 白棋这个显然不敢提 提的话这边一跳 就有问题 但实陈我在这里下的 比较乱了一点 实际上我贴的首先 是一步比较明显的问题说 肯定应该保留 这次我觉得白棋走这个 应该说黑棋要杀白棋 还是很困难的 搬 走完这个以后被黑棋一走 白棋反而没骑下了 当时想走这个 其实是不成立的 白棋走这个 关键白棋走这个时候 黑棋可以先冲一下 这里白棋很痛苦 白棋只能吼的话 黑棋走这个 本身我是想走这个 来进行一个弃子 这是我的一个理想图 然后黑棋冲 白棋一吼 这黑棋崩了 所以我想把 如果能把这个子连回来 那肯定是应该是很满意的 这个眼位也好 下面也有眼 甚至是交换到一下 我就再往这走其实也可以 但交换的时候 现在被黑棋冲一下 这下太痛苦 所以白棋如果吼这 只能走 走这个的话 被黑棋就断了 走这个的话 那对这里野心差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贴一下不明知 应该直接往这走 或者直接压 贴完再一压 这骑白宝考虑了良久以后 决定要反击了 这在走这个 这确实有一定的危险 但确实如果当时走这个 多少有些不肯 被黑棋这一冲 由于这两个交换就挡不住了 所以这一手 其实恶果还是很明显 本来很轻松的一个 能活气的一个形状 本来我估计黑棋 但是也只能是往这走 继续搅 这样的话尽管还乱 但作为白棋来讲要好很多 实际上这个贴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 黑棋其实我觉得跟着硬 就让白棋便宜一下 这可能对眼味好一点 但黑棋还是该怎么下就怎么下 这样的话 黑棋盛望更大一点 实际上走这个 白棋贴 黑棋其实要吃这块白棋 还是比较困难的 下面一手应该说是白棋比较明显的一部问题手 这支黑棋还是应该跳一个 跳一个就是型的要点 实际走这个看上去兼顾了 但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跳的话白棋我估计做活应该问题不大 但活的会比较苦 黑棋再往那样走肯定比实际要强 白实际先靠一下 是黑棋应手 一方面也是防这里的断点 黑棋贴住 白棋走 这骑士要吃的话 已经是有点困难了 要吃的话 黑棋只能提这个 提这个的话 但白棋这留了一个 靠了一挤 就首先这骑士被分断了 白棋再往这冲的话 这个局部就很复杂 甚至白棋挖一个 这个我觉得 已经是很难说有把握吃 白棋了 黑棋顶 实际上顶的话 白棋挖一个是好手 这黑棋的包围圈结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这两下看上去很损 但接下来就这一手手 解围的好手 黑棋不能粘 粘的话 白棋不是提 要是粘这个 全部就回家了 黑棋只能提 白棋冲 这黑棋就开始困难了 这骑士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走了 把就粘 黑棋马上做一个决定 吃不吃 吃的话只能走这个 白棋再把这一挡 白棋可以先冲一下 再把这一挡 这基本上 黑棋的攻势就已经瓦解了 黑棋如果断的话 白棋吃 再一顶 这黑棋气不够 明显气不够 如果不吃做活的话 那白棋活到这 那肯定黑棋也没法看 但其实作为黑棋来说 这棋可能也只能收冰了 也只能这样慢慢下了 实际上黑棋还想攻杀 打拔 白棋一吃 黑棋一沾 这白棋再冲过来的时候 这棋黑棋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 沾的话 白棋就渡过 白棋就断了 就把这棋做活就行 黑棋走这个的话 白棋就顺势一断 这里什么都走不着了 这一走我就走这个 这样的话 白棋估计应该是 赢的是最清楚的一个下 反正如果这么下的话 白棋把这三个字吃了 全局全厚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 也强调白棋的一个优点 就是非常冷静 它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一棋黑棋经 有一种崩盘的味道了 但它还是冷静了下来 而不是加速失败 就冲了一个 就是就把这个损失 降到最低处 但白棋其实这不拖是好说 拖完以后 这里基本上 黑棋反而被停住了 接下来黑棋只能搬这个 搬这个棋明显不够 只能搬这个 搬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走这个 像这个渡过肯定不行 有两个断点来不及连 沾的话白棋也一沾 而黑棋沾的话 白棋可以先沾一下 这黑棋依然是全死的 那搬这个不行的话 只能搬这个 走这个 要渡过的话 只能爬 走这个的话 被白棋给夹死了 爬 白棋只要冷静一沾 黑棋沾 白棋把这个 这个黑棋简直就是丢回器甲了 这个全体了 这也不行 所以被拖了一长以后 黑棋这块棋 已经是动弹不得了 在这个局部 应该说是黑棋大失败 就吃棋吃成这样的话 白棋活得这么大 那肯定是已经是大失败了 实战黑棋沾 好在这里黑棋还有脚的机会 并没有完全输 这应该说是黑棋最后一战的地方了 白棋千万也不能大意 沾出来是必然的 黑棋飞 这个样子是要吃棋的样子 其实这棋 白棋应该说还是非常好下的 但实战这里我确实下的也有些轻率 这也是我的一个老毛病了 这棋其实白棋就跟着贴出去 黑棋很难逆转 这其实要吃掉白棋太困难了 实际上我下太好了 我想先断一下 断一下就把这里的毛病给补了 就避免将来吃完以后 被他爬完收控的可能性 爬回去转换收控的可能性 我想先断一下 白棋一看这个来了 走这个 下面一手 如果说断一个还是小问题的 下面一手其实就问题大了 这棋白棋只能冷静沾上 就只能走这个 尽管木树亏 但这棋这里的安危更重要 实际上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个尽管木树上是最好的 但主要忽视了黑棋的好手 当时想的特别好 黑棋走成这样 我将来就这个时候 我将来只要一搜 这棋怎么可能不活呢 如果他往这边走的话 我再往外跑 这棋已经是赢的 赢的看得很清楚了 实际上对手下的就很好 先打吃 我还没有意识到先沾 我觉得这无所谓 然后再一叮 实际上我搬的时候 发现打着了 黑棋它不是吃在这 而是冲这个 初一看白棋走这个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黑棋可以打吃这个 这个的话问题就很严重了 如果转换的话 白棋走这个 黑棋踢 白棋尽管能做活 但从心情上讲 这个转换还是这里还留有一个冲 那这个太吓人了 这个转换 尽管局部上这棋不一定白棋输 但前面的优势肯定已经消失殆尽了 作为优势的一方 白棋肯定不能接受这个想法 而且白走的时候 黑棋打吃这个是好手 先手收一圈 这跟刚才的图相比就少了 白棋这里白棋只有一个先手 本来有两个先手 黑棋打吃 作为白棋来讲白棋千万不能随手提 随手提 这两个先手都没了 那白棋真要死 沾 现在下车这样的话 还好这棋问题不大 是局部白棋跳一个 还是能活棋 黑棋飞 白棋这里有一两 有两个先手 顶了在一小间 这棋做活难度还是不大的 只要活这棋应该白棋还是赢 所以黑棋这里的话 将来要杀白棋的话 还是要往这走一走一手 不走的话这白棋活起来问题不大 但白棋的经验也很丰富 而且这时候 大家用时都已经比较紧张 他先往这里扔进来 往这一打 先看白棋的应手 白棋怎么下 然后再决定 这个怎么样的攻杀他 而作为现在 我这棋实在没有勇气去吃他 吃他的话 黑棋什么 靠一靠再挡一挡 万一就算有杀 黑棋外面稍微多点借用的话 那这个白棋非常危险 所以实在只能先 让他放他回去一点 把主要的吃了就行 黑棋靠 白棋 就先破眼 黑棋小尖 这都下得非常好 走这个 再一靠 还是继续在寻找头绪 如果走这个的话 那就有点乱了 黑棋就搬 加拿来这一代有先手 还包括挖毡之类的 黑棋很危险 白棋很危险 所以实在选择忍耐 黑棋走这个 白棋贴 黑棋击 这一串黑棋便宜的 大概先手十几木棋 但由于白棋现在 物数领先非常多 所以这点问题还不大 关键还是那个 中央这块大龙的生死 黑棋实战点 这时白棋必须要反击了 这个锣再被点到 那肯定锣只能粘的话 那太委屈了 甚至黑棋收空都有可能 白棋实战贴 这是反击 因为我认为 黑棋直接把这两个子连回去 跟这个吃 其实木数也差不多大 黑棋这个图穷避现了 白棋这交换两下 这个问题不大 这没有什么大问题 随后白棋开始走这个 就只能往外跑 就只能往外跑 黑棋扳 这白棋一看 这棋你暂时也吃不了我 我就往这沾 首先黑棋扳肯定不行 扳白棋一扳 黑棋断 白棋一长 这将来有靠的说法 黑棋自身还是有点薄 所以黑棋实在虎了一个 白棋监视棋型的要点 因为留了一个 将来靠断了一个 打结的可能性 所以这手棋应该说是 基本上走到这个的话 要赢了 所以综合来讲 黑棋要吃这块白棋 还是有些勉强 实在跳 白棋一靠 依然是瞄着这个手段 同时也想办法连这个 黑棋肯定不能被挖粘 挖粘的话 这个结太严厉了 实在粘 但粘的时候 白棋正好有这样的好手 打吃这个的好手 黑棋冲这个白棋就挡 肯定不行 走这个的时候 白棋弃这个子是好手 这应该说是 安然渡过的难关 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立 这是最复杂的 黑棋冲 白棋走 黑棋挤 白棋就沾少 随后白棋这个靠 和渡过和爬过三个 只要白棋抢到一个就可以 黑大只只能走这个 白棋先手爬过以后 再把这个跳过 这棋估计应该赢的 问题也不大了 实际上黑棋是搬这个 那这个更没有问题 白棋一沾 黑棋一沾 白棋就把这个搬过 这个黑棋就难以为继了 整条大龙全活了 而且把这个也连了回来 应该说中关此局吧 还是瞎得非常激烈的一盘棋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盘棋从布局到中盘 到关子 自从有了大模样以后 大家整盘棋攻杀 还是非常激烈 这可能不是白宝翔所擅长的 但无论如何 这盘棋的一个 对局的计算量 包括计算的精度和准度 都是非常激烈的一盘棋 所以在今年的国际旅游倒杯 这场这些业余围局公开赛 还是有很多激烈的比赛 等待我们去发现和去挖掘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